我和你這樣有說有笑 我死定了 哈哈哈哈 它是蜂蜜,長而放眼,兩眼放長,雙眼睛看你什麼時候死啊 這樣不就沒得動 對,這個就是 沒得說 你已經讓我說 你不讓我說 黃金魚,你坐下你已經說完了 想知道我和毋敏匯有什麼說呢? 請收看毋敏匯客室 毋敏匯客室,逢星期六,10點至11點 第四節 我們做了這個節目這麼久 其實有不少觀眾都會問我們問題 有些人問我,我當然沒能力去嫁 但有些人問師傅自己的 我們趁這個機會,我們來到答案 這些問題本身也都反映到 我們那個社會對於這個玄學的知識 那個渴求都很大 那個原因很簡單的就是 出來去 以這個作為謀生工具的朋友 就不是太容易解釋 很清晰給大家 因為如果大家太清晰,他就沒得了 或者他自己都不了解,都不定 這個不出奇 因為事實上是一個很博大精神的學問 但網台節目有一個好處 例如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事實上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深密的方式 和大家討論 知識角度 師傅,你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在我的Facebook上有一個朋友問我的問題 他說他看了兩個師傅 他給了一個時辰八字 即是給了一個出生時間 給一個師傅,給了兩個不同的師傅 兩個師傅給出來的八字都不同的 而他自己再去看書 了解,他有第三個八字 他就問我,為什麼我一個人有三個不同的八字 究竟哪一個是對的呢? 當然我不是很清楚他的八字 因為他沒有給我 他的問題是說 我就嘗試一下 用節目少許時間向他解釋 我情傷了我一個朋友 他的八字 我問他可不可以借用給我上來講解 他答應了 所以我就把他的八字做出來 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我們可以去那個八字的圖表那裡 我們可以看看那個情況 這個就是我的朋友 他是一個女性朋友來的 在香港出生 他的出生時間是1989年11月10日23點05分 第一個八字就是一個叫做幾字年月害日秉子時 而另一個師傅給他的時間 就是叫做幾字日月害日 月害月甲述日秉子時 大家看到其實日處是不同了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分別呢? 就是因為問題出在指時的時辰上面 在我們先延傳下來的數據庫來講 坦白說他們是12個時辰的 代表了兩個小時就唯一的時辰 而指時正正是11點 晚上11點至凌晨的1點 這段時間就是指時了 好的,這樣的情況就是 究竟我們轉一個日的時候 是應該以11點來轉 還是以12點來轉 這個分別 晚上11點 對,晚上11點來轉 還是凌晨12點來轉呢? 如果在八字第一個例子裡面 幾字年月害日秉子時 就是用了在11點的時候 晚上11點的時候 就已經轉了做另一日 而下面八字二的夜指時 就是代表它是要12點才轉做另一日 所以它仍然維持在甲述日 在這個八字來講 究竟誰對呢? 以我的小小意見 因為這個指時的問題 在元學界裡面到今時今日都還在辯論中 我又嘗試用回 去怎樣處理這個 指時的問題 我先講一講 因為現在看到 基本上月柱和年柱都沒有問題 大家一樣的 但是在日柱一邊 就是裡面的日資 我決定了你那個柱 宿性完全不同了 如果你是隔五已經兩月兩日了 月害來講 就代表你座下的印性 代表你的太太是會照顧你的 反過來 在八字二的夜指時 你座下的甲述 那個偏財星 代表你太太是很有錢的 還有你自己是賺到錢的 兩個完全不同的屬性來的 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分別呢? 其實在遠古的時候 我們看看我們怎樣去量度時間 古代來說 一是他們是以太陽來斷定時間 他太陽射下去 照給我們的時間 我們看到天空 例如烈日當空 就五時了 太陽升到中間 五時了 他是以我們對太陽的了解來的 在古代來說 並沒有二十四小時 在古代來說 他指時就是已經踏入新的一天 因為每一次都是打一次牢 我們記得牢 或者是一個時間 到達哪一個時辰 他一踏入了指時 其實是轉了另一天的 所以在古代來說 以現在我們在學習這一派 我們過去所有人在學習的 都是以指時為轉一天的 或者在晚上的11點 就已經轉成另一個日柱 所以以古代來說 在幾字月害月害秉指時 是正確的 那為什麼會產生夜指時呢 就是因為去到唐朝的時候 就已經滲入了西方思想 大家有個觀念就是 是二十四小時 十二點為一個轉日子 所以套用了這個方法 大家在爭論應該是哪一個為止 那時候就出了一個學派 就分了叫早指時和晚指時 中間的時候 他就說了晚指時的時候 就是晚上11點至12點的時候 是還未算一天的 而當他由凌晨至1點的時候 就變成下一天了 所以就分開了早指和晚指的分別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叫做 幾字年月害月甲衰日秉指時 這個情況出現 那在我們來說 我可以幾大膽地說 其實這個方法是錯的 為什麼呢 我不是說 素朱權威 我是對不對 我是錯錯 並不是這樣的 而我們用實例去看法 第一就是以前有很多古訣 就是古歌訣 有一個叫做五暑頓歌訣 那五暑頓歌訣 就是我們日日日和時之間的關係 而五暑頓歌訣 正正來講 就顯示了沒有早指和晚指的分別 這是其中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自己相對來說 都比較看得多古籍 看得多很多書 在過去的所有古籍裏面來說 所有的例子 是未試過有一個例子 未試過有一個例子 是有早指和晚指的 我們就重回過去 如果這件事這麼嚴重的話 基本上 在過去的數據庫裏面 是不會沒有痕跡的 如果我們連一個痕跡都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懷疑早指和晚指的來歷 其實是怎麼來的 所以如果以我們去判斷來說 我們會用一個叫做 幾字月害月害秉指 指時轉入處這個例子 來決定一日的轉變 好了 我們解釋了一和二的分別之後 撇除了二這個 在我的學識 在我的認知來說 相對來說是沒有那麼正確的 之後 到了一個叫三 叫真太陽時間 這個真太陽時間 又是什麼呢? 我們要解釋一下 這個真太陽時間怎麼來 如果我們古代來說 如何去判斷一個時辰呢? 可能以一個日規 即是一個圓柄上面有一支針 太陽射到哪一點的時候 就代表哪一個時辰 因為在古代來說 就不像現在世界一樣 是分了時區的 因為如果現在來說 我們有24個時區去決斷了我們的時間 代表什麼呢? 就是你在15度的角度裡的時區 時間是統一的 其實呢 如果正確來說 我們去理解就是 如果我們 越近東方來說 我們看到太陽出來的時間 是會越早的 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說 我們在東京 114度 和在東京 116度 那個地方 兩個點來講 其實是相差兩度的 而兩度呢 在計算來講 是差了八分鐘 因為一度是四分鐘的 相差一個時差 代表說 其實呢 我看到太陽的時間 我是早過 即是我A區 114度這個時區 看到太陽升起的時間 是比B區 116度 它看到太陽的時間 是早了八分鐘的 但問題呢 我們兩個 同時間 都是在同一個時區裡面 變成就是說 我們 如果在計算時來講 是代表 我們同一個時間 看到太陽的 實際上是不同的 而我們原學來講 八字來講 是五行之氣 五行之氣 就是代表 我們太陽 土星 所謂的行星 吸引我們的能量 所以 能量對我們來講 是很重要的 是代表了我們的時間 而這個真太陽時間 就是用一個太陽 對我們直致的時空能量 去演繹出來的 所以每一個時區 即是香港和北京 香港和上海 同一個時間 在真太陽時間裡面 是有分別的 代表了 就算我們同一個時區 不同地點 我們攝收太陽的能量 其實是有出入的 所以這個真太陽時間 就正正代表 我們古代的時候 那些人看過日規 射到太陽 看過日規 究竟現在是哪個時辰 是唯一的依歸的 所以真太陽時間 是需要計算的 所以用回先前這個八字 1989年11月10日 23.05分 如果在香港出生的時候 套用真太陽時間 其實是1989年11月10日 22.53分 哦 差這麼多 是22.53分 就差8分鐘 那8分鐘來講 就跌入去害時了 所以它的八字 正確來說 就應該是 幾字日月害月 甲褻日月害時 因為它未達到指示 是不需要轉日處的 所以它的正式八字 就是幾字日月害月 甲褻日月害時 這就是真真正正它的出生 年月日時的八字 那你算不算到 在香港其實那個指示 應該開在我們那個 哪一個 中數 那 問題最大問題就是 不同月份 它有不同的相差 因為地球走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正式的圓 變成它是會有 有時候最相差最遠 是可以相差23至26分鐘 最短來講 是5至8分鐘都有的 那換言之 以你自己的角度來講 就應該最好給師傅看 是啊 因為你現在看的那些 很籠統的嘛 是啊 你應該這樣說 台長 如果你去到說 給師傅知道 我是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出生 十個師傅 九個都會照寫的 它是不會幫你 就是它時間太緊的 它信你 就是這樣 它就照寫下去 除非你的師傅跟你很熟 或者你會很要求你幫我查清楚 因為呢 還要牽涉到 就是說 如果年紀大一點 有沒有這個 夏令時間 你還要夏令時間 越來越刁鑽 因為夏令時間 你自己用人為方法 調快一小事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查一下 夏令時間 你的真太陽時間是多少 那才真真正正正 代表了你出生的年月日時 這個是 很多人是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些人不同 其實是因為有分別 而 就視乎你 那個師傅幫你多仔細 去推敲你那個 出生年月日時 如果他功夫做得足一點 他幫你查一下有沒有 夏令時間 他查一下有沒有這個 真太陽時間是多少 一般來說 如果你的出生時間 是超過了 例如23點 33分鐘 基本上 除非有夏令時間 如果不是 一般情況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它的真太陽時間 香港來講 就是相差了 最多二十多分鐘而已 我試過一個個案 是英國的夏令時間 哇 搞到我的頭很大問題 他又不敢告訴我 我自己去查 英國那時候 是不是有夏令時間 變成需要一些時間 師傅你不要投訴 現在有互聯網的年代 你想想比以前 20、30年前 真的方便很多 但是20、30年前 大家做這件事 壓力沒有現在那麼大 因為現在那個需求大 很多時候 做事大家都是很 很敷衍性的去做 所以大家就很 我覺得有幾個因素 其一就是 那個師傅名氣大 還是名氣小 那你應該調出來看 明氣越大的師傅 越沒什麼心機跟你看 時間不許可欺 是的 它的時間很寶貴 很寶貴 其二就是 你自己能夠 給出多少資源出來 這個包的錢 第三就是你的誠意 有時候前兩者 都買不到那個 真的跟你看的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誠意 譬如你感動到它 要跟你認真看的 是認真看的 這個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譬如說 現在適合到這個 這條線畫的問題 其實是否有人要 會定一條很硬的線 就是 譬如舉個例 英國格林歐寺 那條線 這樣去看 是的 其實都是以 其實用回太陽 這個是當然 很多有心之事 以前沒有互聯網 那大家都哪有 那麼辛苦去查到這件事 你說多少就多少 如果現在來說 大家 因為感覺是 不會相差太遠 但是 如果你看到這裏 原來你連日處都不同了 不同了 日圓那裏 你決定你的命運的本質 如果你是剛剛踏正立春 前後這個時間出世的話 年都轉了 是的 那些狗雕轉 所以有時候 之前有些師傅 就是老一派 比較老一派 他們有個做法 就是指時是不看的 指時不看 指月都不看 因為 他們會覺得這個 他們會覺得 錯是會大的 所以他們就說明 指時不看 指月都不看 那就變成了不會錯 這個是有些師傅 是講到明不看的 現在來說 大家都有一個 現在 如果大家很認真 想查一下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時 的話 在互聯網裏面 有一個叫真太陽時間的程式 你打入了時間 你會查到你自己的真正出生年月日時 我們就這樣說 我們說得好像很認真 說真太陽時間 又要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很準 我有個學生 他做護士的 那我就跟他問 你現在出生 你醫院出生 小朋友出生時間 你又登記的 現在很準確的 寫了 有私家醫院 拍張照 寫了幾分鐘 那應該不會錯的 他就說 你以為 其實呢 大家都在說 大家都很忙很忙 哎呀 不記得了警鐘 才看錶 才告訴你 其實很多時候 你不要以為真的很準確 都會有開門的 因為他拍了出來 你都不肯定 他生出來拍的 是啊 就是說 你不要覺得 這個是sharp 大家做到差不多 看一看 然後這個時間 才讀出來的時候 才去拍 或者寫下 當然開門不會很大 你會學這個東西 是100%準確 其實都未必的 有時候 你不要太過相信 其他人跟你記錄 你自己是沒有心的 譬如說 你自己很著意這件事 那你就真的會記住 照計就是 但是以我自己為例 劍中出生 我是不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媽媽也是說 大概 大概 生出來就晚上黑雞蹄 那你要自己推 如果你有時候 我知道自己 我自己認識 我知道自己 在什麼時候出生 我就推 推什麼推 我想起 有什麼年份發生什麼事 我就推回自己的時辰出來 我就會慢慢推到 這是可以推的 所以 需要一些時間 慢慢想起 過往 在什麼年份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會推到的 你才是說 如果是這個日柱 或者這個八折 你看回你自己經歷的事情 合不合 沒錯 合不合 這個時辰出現的表象 這個是可以推到的 所以說 如果有些朋友 或者客人 或者學生 他不是很清楚這個時辰的話 有時候我也會幫他推 當然時間就要長 我們慢慢問他問題 這一年有沒有發生這件事 這一年發生這件事 他慢慢說出來 譬如說 這一年有沒有開過刀 有沒有見過血 有 這就是這個時辰 因為這一年 如果你是這個時辰 你就要見血了 或者是你會有什麼病 或者是你會有什麼事 或者是你的事沒有變化 等等等等 這個就可以慢慢推翻出來 當然時間就要長 但是譬如說 現在這些 這麼仔細的分野 一般來說 外面的師傅會不會用呢 如果名氣大的是不會的 就是我認知的 我認知的 通常你說什麼 他照寫的 你說11點 他就當是11點 他是不會幫你去翻查 剛才那個也不是太難的 他可能問你幾句 但是 剛才玉政師傅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現在連醫院本身 自己都未必保持到那個時間是正確的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處於一個 相對比較模糊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是模糊有模糊的 講得太實了 又未必 就算你說你是這個時間也好 我做法就是 你是這個時間也好 我都會幫你推一次先的 就是有沒有這件事發生 在這年年裡 希望 我目的就是 我希望幫你批選的時候 我都是希望準確 我也不希望有錯誤 令你覺得為什麼不對 就是我會盡量減少那個錯誤 坦白說 會有錯誤的 因為就算我們怎樣推都好 第一 可能你忘記了 第二 可能你覺得很嚴重 我覺得很嚴重的事 你覺得很輕鬆 都不出奇的 因為我試過批一個朋友 他60歲的 就是一個學生 我說你和你兒子沒有緣分的 他第一次跟我說 不是啊 我和你兒子很好的 跟著他講一講一講 我說他不會的 這個時辰一定是不好的 一定是不在身邊的 他講一講一講 才知道 原來他和他的子女 一早就分開了 不是 他出生都沒有他見外 所以關係一定很好 不是 他如飲盲 但他每一個星期 都不知道有幾次Skype 確實很好 我們以前沒有Skype 可能知道你離開這麼遠 都可以通訊到 現在回家發達 但問題是 古代來說 如果你和你的子女 是不在身邊的話 都是緣分的 不同的時代 有不同的對關係的 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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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緊的 大家不要看到 一兩個八字 大家就怕到賴尿 初千年不要怕 我緣分薄 沒問題的 有時候他出去讀書 你見不到他 那你就緣分薄 你說他前程好 不要太擔心 好 那我們就 都是睡馬修路 其實就 不是說節目要停的 因為我自己就會去出外 在出外期間 玉政師傅也要休息 搜索資料 是 沒錯 再想想 在來年 我們有什麼精彩的題目 再跟大家分享 是 我們公祝大家 新年進步 雖然說 有一個囂印性 但各自都還可以 在這樣的運程中 精彩 是 好 那我們在雞年再見 拜拜